我再一次講 我們不要去要求我們父母親要改變 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因素跟元素在 我們之所以會去複製媽媽的一些行為 是來自於我們對媽媽很深的愛 一種很無意識的忠誠 這也就是我記得我在泰國問過各位 如果你的母親的生命充滿苦難 你趕快樂嗎 這是一個我們要問自己的一句 因為覺得 我們幾乎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我再問一次 如果你母親充滿苦難 她活得很苦 你趕快樂嗎 為什麼不敢 因為你會覺得那是一種背叛 這是一個很無意識的對媽媽的一種忠誠 一種忠誠 所以如果你的母親 還活在苦難當中 很有可能 那是基於她對她母親的忠誠 我們憑什麼把她拿開 因為她不知道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連我們自己都不容易做到 我們憑什麼認為我們的媽媽要做到 如果我的媽媽很痛苦 我都不敢快樂 我們憑什麼 我們憑什麼要我們的媽媽去快樂起來 而她跟她的母親的連結 是有那麼多的苦痛在 這也讓我想起 我有一個學員 他是一位男性 他很大的一個障礙是 他說 我跟我的女兒關係很好 跟我的太太關係也很好 但是 我跟我的兒子 講不到幾句話 就盪起來 然後我就問她 你覺得你的兒子像誰 然後她就笑一笑 她說像我啊 所以 當她在描述她自己的 的 價值觀的時候 因為她本身是一個 在做社會運動 所以她很多事情她就是要去爭取 很多事情她就是要擺出那個姿勢 很多事情她就是覺得 她就是要用那樣子的方式 去得到她要的東西 所以她的兒子 完全是基於對父親的忠實 對父親的愛 所以她也是用同樣的方式 在面對事情 爸爸 但是這個父親 從來不知道 其實這個兒子 會這樣對她 是因為很深的底層裡面 她對爸爸有一份忠誠 即便 別的人都跟他講 脾氣幹嘛那麼不好 他也覺得說 對啊我幹嘛 每一次不好好講 把女朋友也給 也給炒翻了 也給炒散了 她也知道那個不對 但是她沒有辦法 改變那個Pattern 因為她 對她爸爸 有一個很 無意識的忠誠在 所以她就問我 那我怎麼辦 我說很簡單 你懂了 你懂了對不對 你知道你的兒子 對你是有忠誠的 對不對 所以 你希望你的兒子怎麼樣 你就怎麼樣呢 給他一個新的系統進來 如果他開始看到 爸爸開始柔軟了 他看到爸爸的生命改變了 他很自然 那邊的嘎 基於你的兒子 對你的忠誠 他會朝著你的方向去 就這麼簡單 而不是你用硬槓的 再去跟兒子講說 你幹嘛這個樣子 你越跟他來硬的 他只能夠覆制你的行為 因為他好愛好愛好愛他爸爸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要求我們的父母心做任何的改變 因為他有對他父母親的忠誠 我們要尊重我們父母親的生命 他們不需要覺醒 要醒了 是我 是我們自己 是我們自己 我們跟父母親的情依其實就是這麼美 父母親的改變會影響愛子女的改變 同樣的 讓我們做子女的改變了 謝謝 當我們做子女的改變了 也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他會比較慢 但是一樣 所以我從來 這個在這個 教育訓練裡面 我這個方法是不對的 因為我這個方法賺不到錢 因為很多的人就會來告訴我說 老師我覺醒了 但是我的內口子沒有覺醒 那我怎麼樣可以叫他來上課 我通常的回答是 你不要叫人家給上課 你自己來上課 所以這個跟我的業務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我如果要做生意 我就會跟你講說 沒錯你要把老公帶來 而且把你爸爸媽媽都帶來 孩子也要帶來 但是我們憑良情說 如果是我們想改變 我們自己先改變 真的看到 原來改變是可能的 我們才有那個資格 覺得說你們應該要改 如果我們看到改變是這麼困難的話 我們憑什麼要別人改變 如果我們自己都沒有辦法 做出一個不同的選擇的時候 我們怎麼期待別人做改變 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了解 我在很早以前 我就放棄了那個 要別人改變這件事情 這個世界上 沒有任何一個人需要改變 需要改變的只有一個 那個人交代給一下 怎麼樣 讓我可以很仁慈的對待 身邊周圍的人 雖然我不認同對方的行為 但是我可不可以很仁慈的對待對方 這份仁慈 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是值得的 因為當我看到我對人仁慈的時候 我喜歡這樣的來分享 我喜歡這樣的來分享 所以當我們期待別人 希望別人成為什麼樣子 太好了 你只要把那個你改成我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你應該要有耐心一點 我應該要有耐心 阿婆謝謝 都不用把人說 你為什麼不客氣一點 阿婆為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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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世界就變了 那因為我們自己能夠住在那個瓶頸裡面 很有意思 我經常跟我的學員說 而且真的是如此 家裡面只要有一個開悟就可以 因為只要那個人一開悟 因為只要那個人一開悟 不久 雞犬升天 別消垢 都會變得很可愛 都會變得很可愛 好 下一題 下一題